向大會報告 在還沒有開會之前 先跟在座的議員女士先生先報告 我們議會在開大會的時候 除了 參加的議員 以及列席官員 還有媒體記者 以及本會的工作人員以外 取以的人員 不相干的人員 非金主席或在場議員 的同意 不得進入會場 為了維持我們議場的秩序 以上報告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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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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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议事日程 台中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议事日程表 104年4月22日为报道及预备会议 4月23日为第一次会议 1.报告议事日程 2.报告市政府来函 3.财政局主寄处报告 104年度台中市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编制情形 4.第一读会 5.抽签市政总质询及业务质询顺序 4月24日为第二次会议 1.市长市政总报告 2.其他事项 4月25日及4月26日为例假日 4月27日至4月29日为各委员会审查议案 市政考察及其他事项 4月30日至5月25日为业务质询 及各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 5月26日至6月8日为市政总质询 6月9日为第三次会议 报告市政府来函 6月10日至6月17日为各委员会联席审查议案 6月18日为各委员会收集及整理资料 6月19日至6月21日为例假日 6月22日至6月23日为法规委员会审查议案 市政考察及其他事项 6月24日至6月26日为各委员会审查议案 市政考察及其他事项 6月27日至6月28日为例假日 6月29日为第四次会议 三读议案第二读会 6月30日为第五次会议 1.三读议案第三读会 2.讨论市府提案 议员提案 人民请愿案及其他事项 3.临时动议 闭议以上 4.讨论市府提案 4.讨论市府提案 我认为这个应该要组织一个中安报告 而且要尽早来这样的一个报告 所以我建议在4月27日 能够改为一个关于终结的公安事件的一个专案报告 然后第二点 我希望说我们的那个抽签市政总议局业务执行 能够提早在报告市政来罕之后来进行 这是我对于议程的一个的意见 谢谢 各位同理有什么意见 邱山洋议员请问 主席 在座的所有事务关联 我们所有的议员 刚才刘叔叔说过 当然本市还是认为第一次的会议 我们是不是请议长做一个条件 当然这次我们追加前预算 我在想不是只有本市而已 其他的议员应该会很多很多的意见 所以是不是说第一次会议 我们把今天的议程做一个调整 因为第一次会议 我认为有很多很多说不完的事情 会拖到很多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该爱做的就是说 总执行的业务抽签的一个顺序 所以建议 第一点报告议程出程表 第二报告市政府来罕 第三就抽签市政总执行 及业务执行的一个顺序 第四财政级主机处 报告104年度台中市第一次追加前预算 及编制的情形 第五排在最后面就是一头会 当然现在 刘四周议员 他也有讲话 这次台中市的终结公安意外 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市民的恐慌 当然建议 他建议4月27号 请我们林杰隆市长 对整个前市民的 做终结公安意外的一个报告 请议程是不是 来改变今天的议程 请说27号终结公安意外 请苏政府 起序的做报告 请在座的议员能够接受 感谢 谢谢 谢谢 感谢我们的主席 大家好 那我想 终结公安事件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市政府责无旁贷 应该来报告 没有错 但是根据我们议约的这个合约 我们的市政府是 有责无权 所以本期 若是说 各位同仁希望报告的时候 我们希望要求说 北捷 是不是能够也列席来报告 希望说 我们的主席 能够做一个裁定 因为 北捷 才是有权的 那 若是说 要做报告的话 希望 北捷的人员 能够列席 这是以上 本席的一个建议 谢谢 前一期 在我们 蔡宗市政府 我们请 我们市政府 跟邀请人来 跟全国报告 这样 好了 可以啦 我现在 像大卫报告 刚才 杨武昌议员 所说的就是 第一次会议 就 第五项改到第三项 第四项改到第五项 第三改第四 第四改第五 不对啦 这样 有没有意见 这个意思 我们就不要变硬 就这样子啦 然后 关于 中学这个 专业报告 但意思是 我们不要再改啦 我们把 用到 我们明天 市政府 市长 总市政报告 第二项 其他事项 没有什么事 改成 专业报告 如果27号 那医生 你就往后推一天 各位什么意见 这样子好不好 那就专业报告 摆 摆 4月27号啦 然后 6月9号 6月9号的第三次 包括市政府来函 改为专业报告 调为 调为4月27号啦 第三次 议员啦 然后其他就往后推 这样子啦 推一天啦 这样可以不可以 这样可以吧 没有什么意见的吧 还有意见哦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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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成你们就专业 就专业 委员 你们自己排 排28号嘛 好不 好 来 理发理员 委员 我们刚才4月27号 已经做了个变更 包括专业报告 我在想 为有利于审查 5、6月份的议员提案 市府提案 是不是我们6月10倍 那天 我们变更议程 改为 我们的 各委员会审查议程 6月18 有啊这边也有啊 他也有后面 后委员会 没有 也要收起资料而已啊 要多起 要多起 他只有收起资料 是不是 要后面几个字啊 后委员会审查议案啦 再加入这字啦 好不好 好不好 可以啦 那可能收起资料 我们各委员会审查 就可以 可以审查啦 好 这样子好不好 6月18号 对对 就多加 委员会审查 这加个委员会审查 排 专案报告 那今天既然大家要变更议程 以后就 每次的定期大会都可以排 专案报告啦 因为 在 我们定期大会期间 如果有急迫事项在我们的 专案执行里面马上可以各自发挥 或者在总执行啦 如果要这样后面就都可以了 在程序委员会就可以来排了啊 因为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 大家都依照这个原则来排 一事日程 以上之说明 好 请坐 我向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终结这个是临时发生了 有我们议员曾经他们要求说要开临时会啦 但是因为会期很接近啦 所以我们叫政府了解一下 所有他们现在的处理事情 是这样来的啦 是这样假来 不是说台湾假啦 那我们就 一事日程就这样结论啦 好了 继续啦 谢谢 报告市政府来函 一 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日 辅寿密联字地 104-007-2600号韩 检送贵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本府提案 本市104年度地方总预算 第一次追加检预算案等13案 进行审议 追加检预算案 制定修正知识条例3案 台湾存在分免案 点入对立案7案 有关类北极债药 降业在市政府提案表 请各一言自行参列 2.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2日 辅寿主一字地 104-007-5695号韩 检送104年度台中市地方总预算 第一次追加检预算案 进行审议 3.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3日 辅寿主一字地 104-008-0060号韩 检送本市104年度总预算 一至三月份动之第二 预备经明细表一份 敬请备查 我明白意见 明天同意备查 4.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5日 辅寿严重置地 104-008-5854号韩 警送贵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 本府施政报告及业务工作报告 请查照 资料请各位议员同行参列 5.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6日 辅寿环中置地 104-008-7205号韩 有关本府提送会会 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 市政府提案应重复提列 104年第一次追加检预算案 与先行垫付案 请同意撤销编号第九 及第十案先行垫付提案 免于审查 请查照 同意撤销 继续 6.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7日 辅寿都管自地 104-008-8438号韩 为本府都市发展局办理 内政部营建署补助 建筑物实施 耐证能力评估 及补强方案 经费新台币20万元整 办理先行垫付案第八案 未免办理证灾主训之旗程延宕 原办理先行垫付 为先行垫付审议时程 与104年度第一次追加检预算审查时程重叠 会请贵会同意撤销 请查照 同意撤销 7.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7日 辅寿财务自帝 104-008-9000号韩 检送更正后本府社会局等机关办理先行垫付提案 继七案 敬请贵会纳入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后审议 请查长 这七案 向大家报告 这七案是来不及送交继续委员会 我们就以 交务提案处理 各案 编号以 交易字号 编列 以上七案 交务相关委员会审查 抽签市政总质询 及业务质询 顺序 那现在我们就先请抽签 因为今天暗灯的人很多 我们就先请抽签 那我们先请市长 市府官员 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 我们抽签完毕之后 我们再继续 那就先派再两位 大姐 那怎么 你说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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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就很大声 我听得到啊 市长不能走啊 抽签 不是抽签 等一下 我知道 那个专案报告 那一天27号 终结专案报告那一天 下午的一点半还是两点 刚好是终结出病的 终结那些 王者出病的时候 可以啊 我们来得及 我们10点 今天10点半就开啊 那天10点半就开吗 所以就赶得及 1点半就去参加 他们的那个告别室就对了 好 好 谢谢 好 来啊 那我们 推派两位同事 上来抽签好不好 陈总裁你推派一下 推一个 那个 阿甲你推派一下阿甲 两位 两位 好不好 两位同事 同事 来 来 抽签一下 来 来 好 何明姐一员 罗阳真罗一员 好 好 两位就可以了 哦 好好好 靠 好,又不靠房型,房型,王哥哥平衡 好,來,我們開始了 陳世凱議員 陳世凱議員,12號 張耀宗議員 張耀宗議員,59號 賴家維議員 賴家維議員 三十二號 陳淑華議員 陳淑華議員,29號 蔡雅玲議員 蔡雅玲議員,11號 謝志忠議員 謝志忠議員,33號 何明傑議員 何明傑議員,40號 何明傑議員,40號 蔡成歸議員 蔡成歸議員,39號 陳陳呈天議員 陳陳陳天議員,60號 張宏憲議員,60號 張宏憲議員,9號 李荣宏议员 李荣宏议员57号 陈本天议员 陈本天议员51号 杨振宗议员 杨振宗议员36号 陈正显议员 陈正显议员22号 赖翼黄议员 赖翼黄议员3号 沈又莲议员 1号 沈又莲议员1号 林鲁州议员 林鲁州议员44号 刘氏州议员 刘氏州议员35号 赖翼黄议员2号 刘氏州议员6号 谢明媛员议员 谢明媛员议员23号 林碧秀议员 林碧秀议员50号 张环议员 张环议员议员31号 张玉燕议员31号 张环议员 赖翼黄议员 赖翼黄议员41号 杨泰翼黄议员 杨永昌议员54号 李天生议员 谢谢 李天生议员28号 曾朝荣议员 曾朝荣议员5号 邱格黄议员 邱树珍议员56号 江兆国议员 江兆国议员52号 欧美春议员 欧美春议员2号 郑公议员 郑公议员18号 萧龙哲议员 萧龙哲议员15号 王立任议员 王立任议员45号 黄兮会议员 黄兮会议员25号 朱暖英议员 朱暖英议员21号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20号 范松玉议员 范松玉议员6号 何文海议员 何文海议员14号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27号 苏庆云议员 苏庆云议员7号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38号 赖顺人议员 赖顺人议员58号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30号 张力杰议员30号 林荣进议员 林荣进议员13号 张廖万坚议员 张廖万坚议员17号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24号 黄西嘉议员 黄西嘉议员10号 张晋芬议员 张晋芬议员53号 张力杰议员 张力杰议员 34号 赖朝国议员 赖朝国议员 46号 邮碧琳议员 邮碧琳议员 42号 陈青龙议员 陈青龙议员 43号 吴显琳议员 吴显琳议员 49号 段维宇议员 段维宇议员 16号 红金服议员 红金服议员 55号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抽签完毕 那我们再次请市政额 市长以及各位官员 请入席 准备开会 向大会的报告 刚刚我们进行的市政总执行跟业务执行的抽签执行顺序 在这里提出报告 5月26号 星期二 1号 沈佑年 2号欧美春 3号 赖义房 等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挪了一天 所以总咨询的开始是确定是5月26吗 我们刚刚已经在讨论程序的时候 提前的一天 所以你的总咨询的开始是5月26号 请你确认一下 谢谢 公文到时候再加 那我们就还之后再看 抱歉 对对 那个顺眼一天 我们把 对对对对 就 以后会再发报 我先把报告 报告顺息 先报告 然后我们会最快的速度 再发文给各位议员 那第一天就是5月27号 那顺息是 沈佑年议员 2号欧美春议员 3号赖义坊议员 4号李立法议员 5号郑昌龙议员 6号范宋益议员 5月28号 7号苏沁颖议员 8号李仲议员 9号张宏年议员 10号房西嘉议员 11号蔡雅玲议员 12号陈世凯议员 5月29号 顺息13号 林荣进议员 14号何文来议员 15号萧东泽议员 16号段维宜员议员 17号张廖万健议员 18号郑公斤议员 5月30号 6月1号 顺息是 19号吴琼华议员 20号张立姐议员 21号朱阮宁议员 22号程正贤议员 23号谢明年议员 24号张芬逸议员 6月2号顺息25号 黄兴会议员 26号何敏成议员 27号张牙明议员 28号李天生议员 29号陈素华议员 30号张昌颖议员 6月3号顺息 31号张玉燕议员 32号赖家威议员 33号谢之中议员 34号苏薄欣议员 35号刘世周议员 36号杨正宗议员 6月4号顺息 37号罗永珍议员 38号张廖乃伦议员 39号蔡承坤议员 40号何明杰议员 41号严立敏议员 42号游碧琳议员 6月5号顺息 43号陈青龙议员 44号林鲁座议员 45号王立任议员 46号戴曹果议员 47号杨典忠议员 48号吴敏基议员 6月8号顺息 49号吴显森议员 50号林毕秀议员 51号陈本天议员 52号江兆果议员 53号张静芬议员 54号杨永参议员 6月9号顺息 55号洪金虎议员 56号邱树珍议员 57号李东宏议员 58号赖顺冷议员 59号张耀宗议员 60号陈成天议员 以上报告 财政局主记处 报告台中市104年度 地方总预算 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编制情形 请我们成立主席说明一下 议长 会长 各位医院员先生 你是小姐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长期 在这次追加预算 我们 总共 追加了62亿多 那么在 在整個支出面 我們大概提出來的是51個主項目 稅庫部分 等一下由主基礎長來報告 那就是稅入部分 這一次我們提出來 主要是稅扣收入 稅扣收入 裡面最大宗的一筆 是我們的統籌分配稅 那麼我們原來 編累206億 是根據去年的預算來編 最後編完以後 財政部給我們核定 再增加15億的統籌分配稅 所以我們的統籌分配稅 達到221億 加上我們的稅扣 部分 我們以103年度的預算 下去 參考整個成長幅度 編列了本年度的預算 編起來以後 大概有405億 那麼我們就把以本年度的預算 跟103年度的結算做比較 我們認為 既然103年度 我們的實收市已經超過了本年度的預算市 那麼將近178億 所以這一次我們請稅源市檢討過項稅目的收入情形 提累追加財源15億 那麼 那麼整個稅購收入增加的部分是30億 但是一月有部分我們是偏高了 像這個N9稅 我們編列的資資 跟最後活定的資資差了1億多 所以有關於詳細項目就在預算市上面 所以稅購收入 我們竟增加了28億 再來就是有關於 各項補助收入 那麼各項補助收入 大部分是一種專案的補助 也就是說某一項的專案計畫 給你補助多少 還有再來就是其他收入 那麼 裡面有一筆比較大筆的資資是 台灣港務局 原來給我們 活定的資資是1億7千萬 後來增加了8千萬給我們 所以將近2億5千萬 這一次我們提累出來的 就依照以前的慣例 這些錢用在零區的五個區公所的 這個附近的建設計畫 那麼這次建設計畫提出來的是 5千萬的入坪專案 所以我們這次用了5千萬 另外將近2千9百多萬 我們留著夏年度來應用 那麼到最後 我們落差的資資 是差了稅入稅出差了17億 我們就以收借收入來迷平 收借收入的部分 在7年度的總預算 按照公債法的規定 我們可以借到197億 當時我們借了差不多191億 所以可以再增加7億的活度 那麼這一次我們總 總total算起來 我們增加總預算裡面 又可以有增加50億部分 我們可以再增加兩成 以前是只有15% 現在已經調整為 你收借收入 每年的流量 按照你總預算的20% 但是要扣掉 你當年度稅購收入的百分子 強助你還本 所以算起來 我們可以借的錢 達到208億 那麼事實上 我們列在這次總預算裡面 是207億 所以收借收入 還能夠符合公債法的規定 那麼另外向各位補充報告 依據103年度台中市政府初步結算 那麼我們看103年度的稅入 還有稅出的檢討情形 原來台中市的債務規模 剩下的部分是321億 但是我們可以提高到430億以上 所以可以再增加100億以上的財務度 所以縱觀整個台中市的財政狀況 上升穩定 敬請各位議員先生女士小姐給我們指教 謝謝 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主機事務報告104年度地方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協議算的編制情形 本市104年度地方總預算 在年度進行中 因為中央各機關的補助和我們的業務需要 我們依照104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預算籌編原則的第六點 還有直轄市等預算的相關規定 我們辦理的本市的104年度第一次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協議算 經過審慎的核定後 稅入的部分 淨追加了45億8729萬7千元 稅出的部分 淨追加62億9268萬8千元 稅入稅出差短了17億539萬1千元 這個部分全數以奢界收入予以彌平 那有關稅入的部分 剛才財政局長已經報告的很詳細就不再贅述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與書面資料 那稅出的部分 我們淨追加了62億9268萬8千元 追加減後 稅出104年度的總預算為 1198億4867萬3千元 其中經常支出預算為921億6988萬1千元 資本支出預算為276億7879萬2千元 那這是追加減預算中 各項正式別支出中 以經濟發展支出 編列了34億1245萬5千元 占稅出的54.23是第一位 社會福利支出編列了12億3595萬6千元 占稅出的19.64居第四二位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編列了 9億7428萬6千元 占稅出15.48% 這個第三位 那詳細的正式別的科目明細如下表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與 那本次追加減預算 經常收入我們大於經常支出 經常收支的剩餘計 65億3355萬2千元 這個部分我們衝作資本支出之裁員 再來就是本次追加減預算 稅出總額是62億9268萬8千元 那市庫負擔的部分有43億1190萬7千元 這個部分的明細表 在總預算書的第1頁到第15頁 104年度台中市地方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市庫負擔款項的明細匯計表 這個部分有詳細的 第二個是中央補助款部分 我們淨追加金額為17億6827萬9千元 這個明細也在總預算書的 擠的第16頁到52頁 那這個部分也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與 第三個部分是其他財源 我們淨追加的2億1250萬2千元 明細在總預算書的 擠的第52頁到61頁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與 那本次追加減預算 我們總共在報告裡面 我們整理了列了60項的主要的支出項目 那這個部分就不在這邊追訴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與 報告完畢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支持 那等一下我們就照安登順序 然後向各位報告 各位議員針對我們的預算 其他的像明天總執行之後再發言 或者是後天專門報告再發言也可以 我們就針對預算 我們第一位 預算規模 勢必要破舉債的上限 再留子孫 是否應該尊傑開支 縮小預算規模 那麼針對 那麼針對本次的追加預算 本席提出五項缺失 第一項缺失 第一項缺失 未依運算法79條 四個四項規定辦理 那麼嚴重的機關 有農業局 農業局把這個旅費加班費 都拿來辦追加 新聞局把女費買相機的也拿來辦追加 研考會社會局震風處 社會局把休假補丟 也拿來做追加 實在是有夠扯啊 實在有夠扯 那麼各局勢都有 追加預算裡面各局勢都有违背預算法 七十九條的 那麼我們看一看這些預算 百分之六十啊都違背預算法 所以說本席建議退回 重新檢討之後再依法提出 那麼第二個缺失 本次的追加預算 教育社會補助經費 不符民眾的需求 不符民眾的需求 應該再追加再提高補助 應該再提高補助 回應市民的需求 第三件 第三個缺失 林市長的重大政策 林市長的重大政策 營養午餐九月份開始 每位學生補助五塊錢 那二十五萬三千個學生 預計經費要兩億 預計經費兩億 我在本預算追加預算裡面 都沒有看到 到底是漏列呢 還是要我們林市長要出 林市長要出 另外 我們的中小學有補助 我們國家未來主人公 幼兒園要不要補助 所以說 這一個營養午餐的 這個預算編列不實 退回重新檢討 第四個 各局處支援營會 不足的經費 違反預算法 雲資規定 現在又什麼 透過追加預算 再來 編列不足的經費 共有九個局處 建設局 建設研考環保教育 新聞文化 客戶會 交通 農業 烏日 豐原 兩個區公所 違背 雲資的規定 第五項缺失 第五項缺失 林市長 未來四年 你有很多的重大建設 例如三環三線 生活線道路 727.4億 請問錢從哪裡來 再留子孫嗎 市長 你就任至今 沒有把議會放在眼裡 通過的法定預算 通過的重大建設 你說不做就不做 也沒有和議會打招呼啊 你欠缺民主政治的理念 你欠缺民主政治的理念 本席啊 有句話來形容啊 本句話有句話來形容 大市長 土皇帝 龍行台中 正說了算 正說了算 這 就是我們的一個 最寫實的一個形容 那麼 為了避免 為了避免 我們未來的這個 保留數據真 本席建議 先注銷 市長 你不想做的重大建設 然後 這一期經費 籌作之後 籌作之後 應付你以後的 這個要做的建設 最終這一次的追加預算 本席建議 重新退回 重新退回 好 請坐 時間到了 請坐 好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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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預算 我都是說針對預算 對了 來 理事長 台日有感 跟政府為止 現在 老百姓的記憶裡面 好像是終結事件 跟4月20號的大地震 有感可能就記住這兩件事情而已 所以說這個部份 我想 你市府團隊是不是要檢討一些事情 還有我剛剛 楊正宗議員所講的 重大的一些的工程方面 不要說 說 個人的看法 相比亞體就好 17人 體檢小組 我希望 局長你把17人的體檢小組 名策 拿出議會 我來了解他的背景 我來了解他的學軍力 來了解一下 看他到底是外面 前任的市府團隊 都不是專家學者 跟我們這個林市長 團隊是專家學者 我想這個就要了解 還有 我們的預算法79條 在不可編列的預算 沒有擊破的方面 我想這次的整個追加預算 裡面列入非常多 我認同楊正宗議員所講的 整個這個預算面 真的要再修正 而且 我要向市長報告 之前 黃局長 我在開會中間 有一個民進黨的議員說 我們自己的人 開會都比較快 民進黨就是自己的人 國民黨或是在野黨 有黨一都不是 不要有這種思維 每個議員都他選區的需要 我敢說 在103年所編列 104年的預算 到現在都沒有執行 所以說 你執行力不好你要追加嗎 你再追加下去 所以我又聽人說 又聽人說什麼 聽這個議員 追加檢預算 通過之後再來做 你不可以威脅 你威脅我們 這很有道理 我想 在整個市政還是要重基層 里長的建議 跟議員的建議 都是為我們市府的一些的建設在做 而且這建言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不要把他耍官威 我告訴你 不要說 每天如果卡到你們的市府官員 我讀了三個 沒有一滴時間接 我加工這句話 這是什麼 是交代說 不可以 是民進黨才可以接電話嗎 是國民黨還是 我們的武黨也不可以接電話嗎 這是什麼態度 我希望你們自己去檢討一下 我希望 在整個醫算面方面 追加檢預算方面 我也認同 整個社府方面 這個應該再修正增加 絕對你應該了解 現在帶孩子很困難 現在娶孩子很困難 你看 我希望我們台中市變成 鼓勵跟獎勵整個一個 生殖的一個措施 一個行政措施 你鼓勵比較多 你從零歲到六歲 好 現在的育嬰還好 拖嬰還好 你看你補充兩千至三千 不過現在一個小孩給他娶 是多少你知道嗎 要兩萬塊以上 你兩千三千夠夠 你記得要鼓勵多生幾個小孩子 是不是我們在零歲到六歲 把它做好 還有你說幼兒園 你補充三萬 不過他十個月還要五六千 一年要要多少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我們是不是做得修正 這樣你都要完全 讓我們台中市 這個年輕人 剛才結婚的人 咬去生小孩 讓我們台中市先來做沒關係 這一點我想是 坊間的一些聲音 還有消防 消防設備這麼簡陋 剛才美國的時候也是一樣 有一個鴨皮 一個救護或裝備不好 疊在一個火場裡面 整個廚房都是燒焦 所以說我們現在消防的預算 這些應該要增加 所以今天我看到 執行不利的一個局處 它所增加的預算 我不同意 我也覺得你執行不利 你不應該再追加預算 那一些需要的社福 跟所謂消防的一些預算 我想這些是應該要增加的 我們不是要反對什麼預算的問題 我是覺得 該花的錢要花 而且不要舉債 就盡量不要舉債 我說債留子孫 每一個官司 現在都非常重視 我們不能 胡市長的時代 我們平常說 他有這個預算 有這個債留子孫 他很怕債留子孫 所以說100預算 都變得很好 所以我希望我們新的團隊 不能因為 要在 各個討好我們老百姓 一些預算的浮邊 這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我說 我本身也建議 退回這個預算 整個退回預算 重新來做一個編列 讓 可以 要增加的 要增加 要 好 好請坐 李宗廷也9萬 好 謝謝主席 這個有關 我們這個預算的編列 我們剛剛聽了財政局林局長的報告 實在很了不起 因為呢 你是先畫了一個靶子 再射箭 大家看一下我們林局長的報告 我們林局長的報告裡頭呢 他就算得剛剛好 他說呢 他的第三點 第五頁的第三點 他說我們因為呢 104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可舉債的額度是18億元 所以大家看第四點 那因此我們的奢借收入呢 所有的都算完了 我們還可以借17億539萬多 你這不就是先畫了一個靶子 再射一支箭出去 然後裡面再倒一些項目 比如說 我就可以質疑你 今年的房地產市場一定很不好 你怎麼會是七歲會增加收入呢 這個很奇怪啊 今年的土地增值稅 一定是交易減少 一定不會增加你那麼多 所以 因為你需要借這麼多錢 所以借錢的上限就是這樣子 其他數字都是去錯出來的 那因此呢 我就先對這一個收入面表示質疑 第二件事情 我要提醒我們林市長 林市長一直在有關台灣塔的方面 你想要把這件事情停下來 然後把80億元移作他用 從你的施政報告上面可以看到 但是在議會專案小組 4月2號的一個專案報告當中 我們中邁建築師事務所 他已經有所說明 他說去年12月8號的那個 那一個金額 他已經有所修正 而且他可以修正到80億元以內 繼續來施作台灣塔 可是 這一份報告 我們都發局不收 所以 你一直對外講 這個台灣塔金額是150億 可是如果你不相信 請你參照4月3號自由時報 張金雅記者寫的 中邁建築師事務所說 他已經完成80億元項目內 可以做的台灣塔 可是你就是不想做 你想把它改為其他他用 挪作他用 本席認為 你想挪作他用 不可能 要不做你就把它刪掉 不要做 絕對沒有讓你把錢 挪作他用的想法 另外 有關追加預算的部分 我們很清楚根據預算法 79條的規定 有所謂的新增加的業務 有所謂新增設的機關 本席很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新聞局局長 你很年輕 你這邊呢 要增加 我們所謂的 這個補助款 國際台中藝術節 這個要辦的活動 你應該在本預算裡頭來辦 本預算沒有的項目 請你不要追加 再來補助台中影視發展基金會 你還要籌組這個項目 原本沒有這項業務 所以本席 也認為 你不符合預算法的規定 請坐 再來請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剛剛我們楊正宗議員說過 你今天要追加 營養午餐補助每個小朋友五塊錢 可是本預算裡頭沒有這個項目 那我們也沒有看到追加預算裡頭有這個項目 你支出這個項目大約要兩億元 請問你你錢從哪裡來 你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你要補助這個 五塊錢的營養午餐 你要總要找到財源 請說明一下 你錢從哪裡來 否則本預算沒有 我們不認同這件事 請說 謝謝主席 謝謝李妍 這個款項 是用在學員身上 我們是先用 我知道你用在哪裡 沒關係 今天九到十月 你從哪裡來 今天九到十月是先用 教育局本身的非留存的基金 我們當然知道你在用非留存基金 這個非留存基金是沒有經過我們議會審查 你是想要從那裡頭來 請坐請坐請坐 你就是想要用非留存基金 這個項目就是躲避議會規避 然後你從那個基金支付 我告訴你 這個也不符合預算支用的條件 所以既然你都沒有符合預算支用的條件 雖然我們很認同你這個計劃 但是請你照規矩來辦理相關的預算 你如果沒有辦理相關的預算 我本席會把你這一個預算退回 我支持你的想法你要做 但是請你照規矩來 該編在預算 就用本預算來編 謝謝 好請坐謝謝 劉師叔 劉業請問 謝謝 來謝謝 林市長 市議事館 一位同仁 來媒體 現在大家 早 我想 百日有感 照理說是要給人家好感 可是我發覺現在 百日有感 只有兩項 一個是感人 一個是感工 造成反感 我都覺得奇怪 怎麼所有的建設不能當初 你是你所講的 你要延續 我們前任市府的一些建設 來好好地繼續把他來講 做好一個建設 其實說完成之後也是你的功勞 結果不是 你要清算前草啊 廢掉BRT 停建台灣塔 甚至我們大都會的 我們大都會的這個這個國民政策也一樣 也要產生惡運 市長 所有的大型建設都是經過議會同意 你今天如果要把廢掉 你也要透過議會來辦你追加檢 不是說你想廢就廢 你想要挪就挪 所以對這一次的預算 最佳的預算 我想 你至少你想要去把簽查的廢掉 你至少提出來給議會追檢掉嘛 你再來辦追加嘛 我看不出來啊 所以主席 這次的追加檢查我認為應該退委 他既然要實現他的證件 他就必須要按照法定程序來 甚至 他還要用上完三件 737億多啊 以前府長說來舉債還不到500億啊 現在上來800多億啊開玩笑 那再下來怎麼得了 是不是到時候要跟劉政榮比一比 看誰舉債比較多 劉政榮至少他每次 在所謂的一個民調上他很高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 殺氣驅軟的一個預算的編量 我不能夠認同 其實從這一次預算上 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的一個稅租 正式科目上 裡面啊我們啊 62億多裡面 經濟發展支出就佔了34億多 將已經54%多 而 社會福利支出只有12億 還不到20% 還不到三分之一啊 理事長你知道嗎 最近很多長輩罵死了 說政府說要不要人做雞翠金 去跟徵收款就不好意思 政府沒錢 結果你這一次啊你的追加 只有追加 2億多 而你的 光路瓶專案啊 大樓而已 6億多啊 追加6億多啊 到底是老人的福利狀況還是我們路比較重要 甚至你的34億的精神裡面都是道路的 土地徵收款 有那麼急迫需要先把你做這個道路嗎 這些我們每年都已經有邊列二三十億的這樣大陸預算還不夠嗎 所以主持人 萬里你這樣的預算邊列 真的是 緩重輕疾這個不分啦 對於整個我們民生需要的社會福祉 他沒有去重視 反而來講 把這錢 追加錢全部要用在所謂的大陸建設 這要是一個讓你有感的一個政府嗎 對不對 所以主持人 萬里你像這樣的邊列是不妥 況且連啦 教育科學支付或者追加追加一算 也只有 9億4千多 佔這次追加 15% 還不到三分之一 你對社會福利的支出 你對社會 教育科學支出 真的 在你的心目中 難道從你所講的 你的福利真的對我們的這一些 福利還有我們的教育你真的有重視 而只是說一說 沒有在你的所謂的追加的一個預算上 來寫出來嗎 所以主持人 萬里你啊這樣的一個預算的一個 的一個邊列啊 我認為不符合 所謂的一個行動市府 愛民啊 如其的這樣的一個的 團隊啊 我認為說這個預算 要把它退回去 從邊 針對啊我們一些比較 不需要那麼緊急的 這一些追加檢的 尤其是追加的 應該啊要重新啊 再來做思考 還有 在一個 明年的追 今年追檢有一個 台中市都會大協議 文新北的生社行為 8億多 要叫人敢說 要提早兩年 現在要追檢人家的預算8億多 欸奇怪啦 我都覺得很奇怪 南大來講你要 捷運來講要怎麼做啊 對不對 該你去追加 你今天說要叫捷運來敢說 你至少要多邊預算 鴻敢說賞金嘛 對不對 人家說要敢說錢又給他減少 倒行意思啊 所以主持人 萬里你這樣的預算編列 相當相當不合理 我認為應該要重新退委來編列 該追加的應該用在 市長 該追的不該追檢驗 請坐 主委員請發言 好謝謝 主席市長大家好 主席 我們很多議員要發言 而且我們的時間非常的簡短 如果 我們沒有請 市長或者是 首長來發言的 請不要佔用我們的時間 好 我覺得台中市的財政狀況啊 我們的林市長 有必須要去 很清楚 很了解 在這裡我想請問林市長 你知道今年度 最佳減稅入多少嗎 我們請市長回答好不好 林市長 市長請問答 我們總的稅入 是997再加20 991 再加上 207 1 11 市長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要計算一下 連這個你就不知道 你是要做什麼指定啊 台中市的財政多重要 你竟然都不知道 因為有追加嘛 所以要從原來的數字再加上去 你應該要去注意啊 現在正在增加預算的時候啊 那我再問你 追檢 多少 我們的稅 入淨追加是45億嘛 稅 出的這個淨追加是 這個62億嘛 所以短差是17億 然後這樣子總預算 我們的稅出 總支出是1198億 要不要 改叫那個林顯清林市長 你來回答 市長請坐 等一下 林市那個林局長 你坐下 來我告訴你 林市長 我們的稅 稅入啊 編的45億多 然後 稅出 編的62億多 不足的17億 你要如何來擬評 市長 你可不回答我一下 社界收入 這個書面上都有 好 社界收入 說的很好 本席在這裡要提醒你 你的 舉債額度 夠嗎 你要隨時注意喔 不要舉債過頭喔 這個都有公債法的規定喔 我們會依法來辦 你請坐 我們 稅入追加45億多 那主要 他那個補助收入有13.86億 補助收入 市長 你知道補助收入 保守多幾項嗎 你確定這些補助會進來嗎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下 這個 都已經列入核定的計劃 當然會 按照中央應該給的補助 所以我們這個完全 那如果不來呢 你要不要下台 這是中央依法 而且依照這個預算相關的 你要的來嗎 最好是你所說的 如果沒有夠 如果沒有補足 你最好 想辦法 還有 市長你請坐 好 本席對於稅客收入 除了 統除分配管 統籌分配款 15.3億之外 這個啊 15.3億啊 我也希望 這個要一定要補足啦 不是親菜下下 親菜公共的就好了 林局長你注意一下啦 那 剩下的呢 13億的收入 哇 這13億的收入 13億的收入我們 年度早就把稅客收入都已經編了 他這13億的收入到底要從哪裡來啊 無非就是什麼 我剛剛看到你 你的內容報告 就是要增加我們市民的稅付 還有增加我們市民的這個罰款收入 把我們台中市別當成血汗工廠 把我們的市民當成提款機啊 主持人 本席建議啊 本席要求 市府不能將我們台中市 當 還當提款機 所以我覺得 差了 這個13億啊 我們決定要 除了統籌分配管之外 其他13億全部刪除 不可以將我們的市民當提 好 時間到 吳村好 吳議員請歡迎 好 大家好 剛剛針對我們朱議員喔 提出的這個問題 我們大家看得出來 市長 其實你對你自己這一份的 這個問題啊 你沒有辦法很明確很精確的 回答出來喔 我覺得你真的是應該要檢討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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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市長 我叫你幾次 你為什麼都 完全 我不知道你的心在哪裡 我不曉得你到底是什麼了 因為真的是 叫不動 來來來 其實啊 這一段時間以來啊 今天就是追加減預算 剛剛 朱議員問的你的追檢在哪裡 我真的很想了解 所以這真的是讓人家感覺真的是 很敢啦 百日有敢啦 什麼都要掛 掛到 很快的都打我 市長你應該聽過這個 這個意思啦 你應該知道這個意思啦 講真的 市長我想請問你 在 我們去年經過我們 市議會大會 的這一個 預算通過 你不想執行的 到底有哪些你簡單樂要的講一下好不好 你趕快講一下 主席你請市長講啊 市長請回答 因為相關的 連度預算都已經在執行中 你像包括BRT 那邊列的預算 我們現在還沒有 還在這個 這個 就是檢討修正啦 原先以邊的預算 市長你不要跟我明確的講清楚 你之前我們通過 在大會通過的預算 不想執行的 有哪幾點 你在媒體上不是 不是常常在講嗎 為什麼你今天不敢講 這個相關的預算都 我想都反映在我們的這個 那你說你台灣塔不做啊 你請做 你請做 好 那我問你喔 這個今天你提出來的 這麼多的追加預算 我想 追加減預算你當過立委 現在當市長應該非常非常清楚 這個預算法的這個流程 那你今天 在 執行率剛剛我們議員也提出很多的疑問 這麼差的情況下還要追加這麼多的預算 那你在預算 還沒開大會之前我記得一月二月 你在記者會很多的場合上 都提到 要增加的包括 你常常在講的一條龍 這個又有的這個 托育的一條龍 還有65歲以上 等等這些社會福利 我不是說賣者 可是你在這些預算還沒有送大會之前 你在所有的媒體 在所有的 這個 可以 發佈的這個情況下 你 告諸大眾 我們社會民眾說 你就是要做這個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你有沒有尊重我們議會 你有沒有尊重我們大會 你所有的這個追加預算 完全都還沒有通過 你哪來的錢 你可以告訴我嗎 你哪來的錢嘛 對不對 我們這樣講也合理啊 萬一這個預算 我們是大會不經過 不允許 不通過的話 你要用什麼錢來做 所以 市長你是當過立委的人 我覺得你非常藐視我們議會的存在 你大行的 你說外責 你說 你說台灣塔 我要了一份資料 你說你們還要重新評估 重新要找一個 可能的替代方案 那如果這個替代方案 可以的話 你要把原來的計劃終止 之前的預算 沒有辦法使用 你要用替代方案來做 新的預算法來編列 你有還要重新 有還要 翻這條錢 還要重新翻 舊的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做這個程序上 正式的程序上退回 你有追減嗎 請問你有追減嗎 追減要不要經過我們大會 對不對這個是我們所有議員 在大會通過的預算 不是說你一個人說 我不要做了 我就是這個人不要做了 就算了 這樣對我們百姓交代得過嗎 我想 這個大家是沒有辦法認同的 所以 今天你提出了這麼多的這一個 這麼多的追加預算 其實我們說真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你一下子提了這麼多 是要兌現你選舉時的一些 一些 該兌現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所謂都講得很好聽 都是投資在市民身上 可是要我們全部的議會 我們議員 在議會背書 我覺得這很不公平 不行 這條錢如果沒過 你就跟八成說 議會沒多過 很明顯嘛 對不對你到底有沒有 追減 那你不要做的你要追減 不能說你說了一個人就算了 換了一個位置就換了一個腦袋 我覺得 林市長 大家對你期望很深很重 好 請坐 你還要是嗎 謝謝 主席 我現在主席,我尷尬到,剛才議員當時所執行的東西,我感覺真正,很多事情,我們現在落到,大家都在拼這個口,在三大堆,尤其是我們的希望市長,他也是一樣,不落人後,現在在媒體上,板面有洗到,但是這些板面,我們真的是也排在後面, 希望一些好的政策,好的政績,我們可以代表,臨市長可以代表台中市,政策比較好的,可以排行前壓民,從現在的直轄市,我看到,我們的鄭文燦市長,他說,航空城他把它停掉,然後,賴清德,他說,我蔣公同鄉都把它處理掉, 沒有啦,我們的李家龍說,我臺灣帶它停掉,比阿鐵要把它廢掉,你把它收,大家都在拼這個口,都在跟董,地方的建設,每一家,處理掉,發生得更厲害,但是,這三個市長,剛才舉例都沒有厲害, 我們的城市長,郭制他這麼厲害,他說,你們在厲害,你們這麼年輕人,你們早就把高雄帶一招啦,所以我覺得,郭制太厲害,如果沒有這麼做,走走走都不會做,所以,本市長,看到,我們這次, 会对价医生 哦 真多 真的对价 尤其是很多医生 很多没有在预算法 79条里面 符合法规 真的都自己扁 自己用 很多的钱 我想啊 追加几乎到63亿 这样的前提下 我想很不尊重议会 因为事先都没有 议会没有被告知 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说来里面 钰对所谓的教育一条龙 贼牙的补助等社会福利 本社有在看 脱婴一条龙 过去 我们真的真落实 0岁到2岁 在我们儿童局的保障 每一个幼儿三千块 我们是死 欧洲共市长在中一年 真的评价脱婴政策 每一个银子三千块 所有幼儿都在到好处 每一个家庭就觉得 实在 欧市长有好 所以啊 就推出 脱婴一条龙 现在我们的市长 希望市长 他也要这样执行 我觉得真好 好的政策 我们要继续 但是啊 我有民调过 有寻求过很多婆妈 婆婆妈妈 他们都希望了 他们都期待了 这一婴儿真正 设置学龙前的补助 我们做得到 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问题 而且 年轻人勇于生小孩 我们就不会有国安长级的危险 所以 在尖队 在这个 学龙前的补助 这个补助啊 这个 因为婴幼儿 不管是托育 还是 幼儿园的补助 我已经民调好 其实 我们如果说目前 任市长的政策 零岁到五岁 我觉得这不够 那五岁到六岁怎么办 六岁才能策国修 是不是市长 我们把它做完 差到一年了 差一年 不要让它空窗齐 所以啊 有这个要求 有这个民调 做基础以后 你是希望市长 太多的婆妈 对你期望很高 所以本市 一家里 真的 我们的医生 不够 在社福的部分 夾牙的补助 也不够 我们都没做得到 做得到 所以希望市长 我现在 要给你报告 来一下 那个谁 婆妈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市长 我们的林家隆 托育补助 零到六岁 每月 三千元 三千 符合中央的希望 符合欧子 用过去的政策 符合我们希望市长 对所有市民 尤其是婆婆妈妈 我们选拟前的政策 我想 这 这一条你把它做下去 以上 我给你协助 但是 你这次的以上 都没有符合 整个的 企划 符合 整个的希望 所以 本市 你说 这次的以上 很多的 都是你自己想要做就做 没经过议会 要做 做完生 做完完 每一个市民 都有赶 所以让 婆婆妈妈 婆婆妈妈支持人 有够多 尤其你又比黑字 用什么都得 比他有办法 三千元 好不好 否则突然预算 好 谢谢谢谢 请坐 黄医生黄医人 请我 请坐 请坐 好 好 那大家好 我不知道现在程序都已经变了 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位议员都可以要求市政府对预算的变类 哎呀 增加他的 要求他来增加支出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法了 变成这样啊 那 我看我也 市長 我那些人 你够给我变一些 给我们的老人 走一个 走一步 保祖五百 那按照我们原来的税入税出短季本来的原预算啊 一百八十九亿五千四百八十五万元 按照 这一个旧债上限 是占 七年额度的 今年额度的 税出预算 一千一百三十五亿五千五百九十九万元的比例啊 百分之十六点六九 那么我们本次的预算 追加减后 税入税出短差 共计 两个加起来 两百六十六亿六千万元 两百零六千万元 几债额度 赞我们 追加后总预算一千一百九十八亿四千八百六十七万元 中的 比例 大概 百分之十七点二四 虽然啊 没有按照 没有超过新法的百分之二十的 几债上限 如果在七年 审查的时候啊 显然如果 按照旧法的话 两个在这个时间点当然是不同啊 加起来 按照七年审计算来讲 严格来讲是 违缓公共债务法的 几债上限的第五项规定 但是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中央第五总预算局 特别预算每年度的几债额度啊 当然啦 财政机长说 他不超越 我们公债法所规定的 几债上限的额度 那么市长 在这一次的 市库 负担的部分 其实啊 我们各集处啊 大概啊 我们各位员 如果有参阅你们所编列的 预算书的话 都是啊 很多的科目啊 不是配合上级补助 所编列之预算项目 更离谱的是 有很多的科目啊 是自己新增加出来 显然这样的话就跟我们预算法 794大项里面的规定啊 显然是有重大的出入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编列 以上 本市所述 以前阶预议算法规定啊 疑似啦 不仅相符啦 但是啦 本市非常的客观的在这边要讲 预算的编列如果按照这样这么粗糙的话 这样我们议会会有效 如果隆隆通通 随便就审查通过 那外面有公都门 还有很多的团体会说 你台中企议会 吹准那才败 对预算书 预算是不是看得懂 怎么这么粗糙了就来 审查预算让上通过 但是呢 站在这边我要以客观的角度来讲 今天预算是因为重大业务增加金位时或其他的新社机关或则我们超过法定预算时或是法令最佳列减最佳列减的预算时我会全数来赞成 那市政的建设推出我个人我是五党级不会站在政党对立之边的角度来看预算 其实你们这个预算真的市长有很多地方真的要去检讨 这样编列的话相信本席相信市长你身为立委过 当然那么多届对于其中的预算的审查 其实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华民国是预算 政治政党协商通过 那个人都无法去表达 那有幸在这边 台中市议会 每一席议员都有可以来充分表达 对以上本席之建议 希望你 第一是 好 这个请坐 张秉杰 张一言 请欢迎 主席 大家好 我想 针对这次 事务所提出的最佳检 预算 那么 刚刚我们各位同仁都发表很多 很多的高见 那么在这些高见里面 我們把它總結起來的話 當然是最主要一個精神 今天事務提出的這個追加減預算 很明確的很明顯的違反預算法79條的規定 所以這個在違反規定的情形下提出來算到議會審議 如果議會本身就貿然接受來審議的話 我想我們議會本身反而是一個會被取消的對象 那麼剛剛根據兩位財政主管的報告 從稅入部分我可以提出來 你所列出來的稅入部分很多都是虛列的 我只簡單舉一個例子 在稅入裡面你們的第二點考量實際執行情形 著增各鄉地方稅客收入 這個第四點 請參與一下第四點 使用牌照稅增略了兩億元 我剛剛稍微給他算一下 如果以一部 我們現在自用小汽車 從他的牌照稅從六七千塊一直到兩萬多 這是大中小型的這個牌照稅 我們拿平均值一部一萬塊來算的話 你這個兩億元也就是說在台中市的下半年度必須要增加兩萬部的汽車 自用小客車才能夠達到你這個要開增的數字 那請問如果以台中市的人口兩百七十幾萬來講 變成說一百四十個人 就要在這個半年內買一部新車 你才有這個牌照稅可以收 所以我是想 這個數字就代表了 我們在抓稅入的時候 你是序列灌水 另外你在稅出的部分 有很多 舉例子來講 都是違反預算法七十九條規定 本預算沒有 或者是 不是上級交辦事項裡面相關的規定 那麼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們這裡列了一個要投資台灣港務公司2500萬 投資一個公司是市政府對外一個營運計畫 這個計畫是要送議會來審議通過之後 你才能去編列預算去執行 你這個也要把它列出稅出 所以很顯然的說明 你現在所列出來的稅入稅出 根本不符預算法的規定 所以在這裡我還是跟其他議員同樣意見 我們還是希望退回去台中市政府 就實際現階段我們在施政過程裡面 真正需要追加或追檢的部分來提出來 才比較符合預算法的精神 那麼藉這個機會我想提醒林市長一件事 你各單位都有主計單位 你的主計單位對預算法 對預算的編列情形應該都相當清楚 所以你的政務官每一個人 在集合這些預算 追加一點預算編列的草稿的時候 他們應該本身站在裡面 就不能夠有違反預算法的規定 才能送到事務來統籌 大家來研議 那既然今天會出現這個狀況 我在這裡提醒市長 我對於你政務官現在所任用這些人 他們個人的能力 個人在這方面的認知 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不然的話 為什麼提出這樣的預算 提出這樣的最佳的預算 讓市長坐在這邊 接受前提議員的套法 所以這部分 我叫誠懇的建議市長 除了由這個小地方 可以看大地方 那麼你其他政務的推動 是不是也有這種情形發生 我還聽說 我們某個單位的主管 一級主管 他的桌上對要的公文 整個局勢都在等他 公文趕快批下來 為什麼不敢批 因為他不懂 不曉得怎麼批 所以本席 藉這個機會 誠懇建議市長 應該好好重新再考量一下 剛剛開始 發現還不算晚 如果等到一段時間之後 造成很大的損失 不但是市府的損失 也是我們全體市民的損失 所以在這裡 很誠懇的建議市長 這方面應該再深加檢討 那麼對於這一次的追加檢討 我個人認為 應該由市府拿回去 在我們大會期間內 重新編討之後 再送來大會審查 謝謝 謝謝 李董事長 你議員請問 謝謝主席 我們林市長以及我們各局市 以及議員同仁 後面的記者媒體 我剛才這樣 這麼多議員 這樣 看一看 問一問的 我看 我們 所有的市政府的官員 跟我們林安 跟我們不說改修容 你也要怎麼修一下 看一看 是不是笑笑 給大家看一看 好像大家都 跟我們師傅 欠賓很多錢 大家都沒有一個修容 是不是 修一下看一看 修這個嗎 修容這個 人家就問不下去了 我相信說 以前 歐市長 如果在賓的時候 他都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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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賓 他賓了 所以林市長 你要隨時隨時 但是 我剛才看 幾位議員在問 你很多都不了解 你很多不了解 很多都沒有 還沒有進入狀況 還沒有進入狀況 你 新聞在報 但是 是不是你有信不信 我是不知道 有很多很多 你都要改掉 很多很多 你都要改掉 中台建設都要改掉 改掉 這是不是 剛才有很多議員 有說過了 議選是不是 都議會通過 你要改掉 有經過議會這邊 沒有 再來 很多 白日有感 我看 我們各區工所 小型工程都要沒有做 對 國區的工廠 都 修行工廳 都沒有做 我們的蔡機長 啊 經期 都說到沒問題 都把他撥撥起來 那 那 隔壁有做嗎 我看都沒有做 很多 很多 你一定會說 北部 沒有太少路行 都沒有做 所以 你啊 有的公所 第一家 第二家 第二家 他就說不用補 那補部都沒有做 補部都沒有做 但是 你 這次的 這個 對家預算 對家預算 各區公所 小型工程 四千多萬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啊 你這個議員 我們市政府 沒有在騙 這個 各區公所 小型工廠 你這個 這四千幾萬 到底要騙在哪裡 照理說 我們公所 小型工程 各級市 都要負擔來做 各級市 都要負擔來做 你若燒建設局 建設局 要做 燒 社會局 要做 你若有另外 再騙一下 四千多萬 各區公所 小型工程 這個啊 是不是說 我們的 經費 登費 我們剛才梁議員 有說過 登費 所有的各級市 的錢 拿著開 開不夠 你騙這四千多萬 是不是要拿著開 是不是這樣 局長 蔡局長 是不是 你有沒有要不要騙到 蛤 各區公所有沒有做 來來來 議長 還有我們的 李議員 我們編的預算 就是一定要做 沒有啦 你公所都沒有做 每個公所小型工程都沒有做 你現在偏 你現在偏 我都會貼出來 我都會 對啊 你現在的預算 當時我們會過 你過的時 要當時我們會過 你現在你頂半年都沒有做 下半年都要做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你騙的 我現在想要給他嫌疑說 這些錢 請你坐下 我現在想要說這些錢 是不是 典費不夠 典費啊 齁 典費的預算 不過 是不是要拿這些錢去 去農用 是不是這樣 蛤 不要丫頭 因為他要點頭 齁 應當不要搖頭 應當要點頭 所以啊 齁 所以 這次的預算 所有的議員 都是 一樣 這個是不是 他對的我們這家的預算 很多 都是沒有 沒有領域的 沒有領域的 所以本來 我還是一樣 建議 我還是特有的重篇 因為 我們市長 他也有做過立委過了 有做過立委過了 他對的預算 但是他可能比較沒時間好看 可能比較沒時間好看 所以 我是我們建議說 要退回 啊 預算 我們是不是要頂偏過 所以啊 剛才在說的齁 有很多議員在說的 對齁 吃的還是要多偏 行都要那個 改動計 我們計議會一定會給你通過 議會一定會給你通過 所以啊 好 原理你也喜歡 謝謝主席 市長以及我們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啊 我想呢 本期檢視 本次的最加減的預算 60%其實都違反了預算法 76條 那麼尤其是文具 影印 印刷 旅費 加班 以及出席費 甚至還有購買相機 筆電 這還有影印機 國內旅費 甚至還有這個 我們的物餐費 以及車輛的租刃 休假的補助 臨時人員 我想這些其實他都違反了 這個我們預算法79條 那麼本席認為請退回 並且檢討修正再提出 那麼還有本席認為 呃 這一次的追加預算 在教育以及社福補助經費 完全不符合市民的這個需求 應該要再提高補助喔 那麼五歲學前的這個教育補助呢 呃 追加了這個5.75億 本席認為不足 還有老人的這個假牙補助2.15億喔 本席也認為不足喔 以及我們育兒津貼2.1億等社會輔助 都呃 本席都認為不足喔 我們這個台中市民 總共有兩百幾十二萬五千多人喔 我認為這些應該要這個退回 並且增加各項的這個補助 來這個回應我們市民的這個需求 我既然要鼓勵大家生育喔 我想這個育兒津貼才2.1億真的是不夠喔 現在只有一罐這個奶粉喔 就七八百塊 如果比較厚吃的一禮拜就吃一罐 我想這個對於這個家庭的負擔 真的是非常的重喔 我們要鼓勵大家生育 我想這個我們 呃育兒的津貼的部分 應該要再追加 所以本席認為 退回這個這一次的追加檢疫預算 並且重新檢討再修正喔 呃以上是我的報告 好謝謝 好謝謝 柳晉朗議員出發的 議長 市長 市府的一級主管 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以前 針對我們剛才 原議員在講的 我們育兒補助齁 市長 我們的國中小都有補助耶 他也是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那麼我們的幼兒園 你怎麼沒有補助那個點心啊 因為幼兒園在幼稚園也蠻多的 你只補助國中小 齁這個所以說 他也是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我也希望 我們市府 把這個預算齁 你再先退回 再重新檢討再提出 好嗎 幼兒園的 市長好不好 你聽有清楚嗎 有啦現在有補助啦 有啊 那有 我沒看到你告訴你 現在就是零到六歲一條龍 就是整合各個不同的補助單位跟項目嘛 由五歲到六歲有教育部 又多整合向下延伸 齁 所以這個大概一個月三千塊左右 那因為以前我們市府有辦啊 這個屬於這個零到二歲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部分也會進一步把它擴大 然後比較欠缺的是兩歲到五歲之間 那因為這個預算的項目我們目前考量財政 就是有設定一些條件 那中低收入戶是完全補助 不受任何設限 可是其他的部分是以 你有這一個把小孩子送去幼兒園 或者是說公英中心 還是你請保護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就 今年度啊 我們會先來實施 好謝謝市長你請坐 謝謝 我看你這個社工補助 營養午餐五塊嘛 人家柯P那十塊呢 對吧 所以我們才五塊錢 報告 柯P已經取消這個補助了啦 有嘛 所以他是轉嫁給那個 還是由家長來負擔 那剛剛講到中小學 我們就是用營養午餐這五塊錢 希望能夠加強對他們的照顧 所以不同的年齡 我們會考慮不同的政策方式 市長謝謝 因為 希望能夠擴大來辦理啦 現在的小孩子大家都不怕 都這樣 怕阿公要生 沒辦法遲 所以幼兒園在補助 我是覺得說 這個電信會一定要補助啦 所以預算喔 你可以退回 再重新 再檢討 再提出 我相信我們 議會的議員 都會支持你的啦 謝謝 還有一點喔 我要請問我們 觀光局 還有我們建設局 這兩局 我有看了預算書啊 在一一二零支持一個尾辦 追加一個三百萬 還有我們的建設局 追加了一千萬 都是要做那個道路 那個橋樑的 這個檢測 這個成果計畫書 該這兩局喔 有沒有重複 請兩位局長看哪一位局長說明一下 有中夥變嗎 這一千萬 這三百萬 報告議員喔 這個沒有重複編類 因為兩局所俠管的橋樑還是有差別的 那這一個項目是因為市長特別重視橋樑安全 所以呢 特別我們追加一千萬 來做專業的查核 那明年度也是一樣會增加喔 也拜託議員來支持 謝謝 橋樑安全非常的重要 謝謝 我們也就這個機會 要跟建設局感謝 在我們神州路跨越高速公路 長齁 我們今天已經封路了啦 封路今天23號到5月12號 昨天晚上齁 昨天早上就在家裡拔桌了 所以還感謝我們建設局齁 今天封路20天 要叫他趕快做 啊那個人說他要申請國賠 因為車過他有家裡拔桌 都拔桌 所以雖然是清商啦 但是他有跟我講說 一月申請國賠 你請坐 謝謝 啊還有我們尾設齁 我們建設局跟觀光局 都有這個人材 啊怎麼都要 大家都要尾設 我們建設局 大家都很厲害耶 啊都拔桌一千萬 再來農費主委 你怎麼不可以讓那些庫長 自己去發揮 那大家都人材耶 校長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啦 報告議員 這個是依據中央的規定齁 橋樑的安全檢測是要委託第三專業的工程 比較簡單的啊 比較簡單的就能讓他們做就好 比較簡單的齁 試看看啊 那人材很厲害 我待會議員報告 我回來會試看看 還是會照中央的規定來辦理 好謝謝 還有觀光局局長 我們坦亞神律元道啊 你不用回答 律元道齁 現在最近都勤工都不在做 你把你現在都在做行銷 你對那個公共工程的建設 你都沒有再執行齁齁 你回去要檢討一下 謝謝 有啦都在做啦 好請坐 請坐齁謝謝 黃先生歡迎 請坐 謝謝 來我齁 我看到這一本預算書啦 那我們林市長齁齁 這個稅入稅出的短處差額齁 17億多 你就用那個奢借收入的方式齁 那我記得齁在2012年那時候市長 為了台中市已經合併升格以後 大人穿小鞋的這個事情 有去修希望修公債法喔 那我知道你呢 又打這個公債法 左打馬英九跟胡志強 你不支持舉債額度流量管制的放寬 然後你說避免隱私卯良 那你認為呢 政府的債務贏價吧 公債法是一個病 病態是一個病爭啦 那這是你以前在2012年講過的話 然後你今天呢 卻人家修完以後 你卻享受這樣的這個債務齁的支出 然後來增加你的 來擴充你的這個市政的推動啦齁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蠻不公平的 以前你反對人家 現在你在享受 人家說喔 一朝天子啦一朝城 完全執政 完全不用負責任 因為中央還有一個傻孩子在那裡 等你 然後呢你只要 你只要喔 認為那個不可行農 推推給中央 要求中央來做 然後中央呢 不可行跟你回答不錯 你就來砲打中央說 中央都不支持 然後你在地方呢 回來地方呢 你就大砍前草的這個 當時賴家威議員很認真的在詢問你們幾個局 那個燈會的部分 你們說你們用的小型工程款補錄的部分 你用了到底多少錢 我們燈會的部分 你們用了多少錢 在燈會的部分 請你回答 報告議員 建設局並沒有挪用經費 因為依照小型工程款的製用辦法 這些項目本來就是可以去製用 所以你們是用到燈會去的嗎 對不對 當時燈會的部分 你們本來就有預算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讓議員搞不清楚 包括我們交通局 因為你們這樣一挪用 我們要的建設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市民需求 問你們的時候你們說已經沒錢了 因為拿去燈會使用了 如果你們可以這樣挪來挪去 然後現在再叫我們 這個最佳預算給你 我們覺得非常的奇怪